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遇到人生关 像我想遇到什么事都能坚强努力有感的坚强的面对努力的去做 有感的承受 这不是这是我所说的话吗 其实人生瓜非常重要 像国父的人生瓜是以服务为物定 而象征了国父他的个性 如果一个人没人生瓜 他的人生会毫无目的 也会像行尸走漏一样 不快乐也没乐趣 所以不管是好人 坏人 大人 小孩 老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瓜 在我们四周的玉草荧幕 都能成为你的人生瓜 又吸得去听 看 一定能找到你的人生瓜 如果你现在还没用 还没人生瓜的话 又吸得去体会 你四周的一草一木 都能成为你的人生瓜 加油 谢谢大家 一般 十六号 李明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的人生观 我的人生观 我的人生观 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原因是我从小的志向是当一位医生 想多赚点钱 以后养得起父母 当然 也跟我的人生观有关 服务众人 四年级时 我感染了一种疾病 是梅浆菌引起的 不要小看它 严重的话 可是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时 我的病情有点严重 咳嗽咳到眼睛的微血管爆裂 流鼻水 勾收不退 肚子痛 甚至不能上厕所 种种的病情使我痛苦不堪 住了两个礼拜的 愿 才慢慢好转 这两个星期的折磨 使我想和国父孙中山先生一样 为众人治病 不要什么事都不做 虚度了一生 当然 做个好一生并不容易 首先 要学会乐观 并好好的读书 考上好的大学 在专攻医药方面的书籍 当医生也有一个好处 这是能积福 因为当医生会帮助很多人 可使这些人脱离苦海 我的下半辈子就有福了 所以以后要好好用功读书 做个好医生 好好的服务众人才行 谢谢大家 用年一般26号 吴柔萱 我的人生官是凡事能以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来面对 我会选这个来当我的人生官是因为 不会使我整天充眉苦脸的 为了一点小事就心情不好 像失败时可以想说 失败为成功之母 让自己从挫折中站起 积极是要在事实内做完自己 应要做的事 并主动做事 不要别人提醒 甚至还要别人催促才去做 都是不好的 进取也就是努力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 不偷懒 例如功课置机疗潮 不认真写功课 都是没尽到全力 我认为对凡事只要做到的这三种心态 每件事都一定可以处理的非常好 谢谢大家 我的人生官是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每个人对人生所抱持的理想 称为人生官 我的人生官是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智慧是从人与世之间磨练出来的 若逃避现实便无从产生智慧 因此只要有智慧的人生目标 人生一定能活得精彩 在人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 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就可以化阻力为助力 遇到困难时一定有冲破的时候 除非是自己内心先放弃了 因此当生命中出现逆境时 要以坚定不遥的信心去迎接 因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只要我们遇到困难并且突破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这时也不就是跟着增长的智慧吗 所以遇到挫折不退缩 只要有信心 毅力 勇气 用心去做 全力以赴 人生会因此而更美好的 谢谢大家 一般五号 林秋安 我的人生观是凡事以何为贵最好 在这个世界当中 总是会出现争吵 打架 骂人 杀人 战争等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是不懂以何为贵的这个道理 举个例子来讲 像现在美国以及伊拉克要爆发战争了 如果这两位领导人脑袋够清醒的话 知道什么是以何为贵 老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再举一个前几天所发生的新闻当例子 警方十四日凌晨宣布台北英哥镇 四十五商的机车行纵火案 凶手是屋主的四姐夫洪明聪 红明聪因为与妻子感情不好 而迁怒娘家 泼汽油行凶 被移送地检署时 为愤怒的家属不断追打 家属甚至向县长哭求 一定要让红明聪引运赏命 红明聪因为与妻子感情不好 而迁怒妻子的娘家 在十二日凌晨到加油站 买了一大桶汽油 从台中开车到英哥纵火蟹笨 这一烧就烧出四条人命 另外还造成五人受伤 目前还有三人住院观察 警方在十三日深夜 赶到红明聪的家中 逮捕红明聪 家属甚至怀疑 这已经不是红明聪第一次纵火蟹笨 因为去年六月 他们同样曾经遭到汽油弹攻击 只不过没有抓到凶手 当时他们绝对没有料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这种恶亲戚 在这则新闻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纵火的凶手 是被害者的亲人 因为跟妻子不合 所以在妻子的娘家纵火 凶手也是因为 不懂以和为贵的这个道理 才会犯下这起案件 从这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真正懂得 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要不然世界老早就充满和平了 相信各位已经知道了 以和而贵的重要性了吧 希望大家都能做到 当一位有修养的人 谢谢大家